我怕是鬼屋才全拆 什麼 亂講話 哇 這裡也全拆欸 整個廚房都全拆掉了 欸 它是有汽車開門 捷毛蜜的 欸 這個設計很可愛 門 那個有什麼 這間是煮貨嗎 你說嗎 他一樣有煮貨的 這是他的廚房 他用電池服 然後他鋪瓷磚 他養一隻烏龜就是找不到烏龜 哈哈哈哈 好的 我們今天要來到了哪裡 阿咯阿咪 阿咯阿咪家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樓下怎麼了 在修理嗎 有嗎 有 好的 我們今天要來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 娘家裝潢的進度 繼上一次以後呢 其實已經過一段時間了 這一段時間有非常多的設計評估 平面圖到藍載圖到3D圖 嗯 喔 等等等等 其實經歷了很多 那終於已經最近動工了 剛剛已經在拆了 已經簽約 也拆了 那我們等一下先帶大家下去看看 既然動工就表示 3D圖已經出來了 未來長什麼樣子也出來了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裡是三樓 一二樓先處理 不然要去住哪裡 要不然去外面住也是一筆 可能要去萬豪住他個 半年 裝潢起來的那個費用的預算 可能會有點偏高 漏水的那個勒 也會一併處理 對啊 就是先一二樓 我這樣花軟件 喔喔喔 看哪個地方 照顧就知道哪個地方 地板好 地板看不出來 在這支影片裡面就有說 就是我們的那個廁所 都有草石 牆壁也因為那個管線的關係 就... 因為正在摸出他們蓋 蓋子下嘛 那你要換新的蓋子 蓋子下嘛 你要抓肉圍 那我們現在就去樓下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就... 八十鬼 亂講話 哇 這裡已經拆成這樣子了 這是之前的這個客廳 它的那個櫃子已經都拆掉了 然後這裡呢 原本是圓桌也清掉了 哇 這裡也全拆耶 整個廚房都全拆掉了 以前的櫃子啊瓦斯物什麼全拆 管線都還有留著 到時候也是會重用 後面其實都應該都差不多 還是...還是我拿那個 好 拿這裡 上面的天花板也拆了 對啊 又拆了 這個天蓋也全拆了 這個都太老了 我們來二樓 我覺得比較細心的是這個 什麼片的這個 好 再過來我們來看二樓喔 二樓的部分呢 也幾乎都拆光光 包含天蓋 原本的那個 電燈啊瓦斯物 管線 通通都拆光光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現在才剛拆除 把一些東西先清掉 因為現在其實人工喔 非常貴 而且人才是少 學工缺的很離譜 所以這個不是一兩天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好的 接下來咧 就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一樓設計完以後長什麼樣子 對 他們的土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過 之前舊的樣子的話 可以看就是這支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們的土 這應該就是玄關進來去 我們是從這邊走進去 然後左轉嘛 右邊這邊是原本的餐廳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要把這一面牆打掉 他怎麼打掉牆啊 沒有打牆 打掉牆這邊怎麼會放玻璃 有有 你說廚房的部分 廚房的部分 你要好好講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牆要打啊 你要說廚房的牆 好 來 一進去以後是這種 很舒服的奶茶色是嗎 對 先說一樓 那時候是誰住 大姨住 這是全部都寫過來 還有叫做 就必要 就是中角 進去 左轉 這是哪裡啊 門進來的地方啊 我知道了 我們剛剛從這裡走進來的嘛 剛剛是面這邊嘛 對 這個設計你一定是 它其實是連接電視牆 所以你們電視牆換位置 對 然後電視牆這邊 我們是做一個圓壺狀 所以我們左右就是讓它有一個比較和諧的感覺 因為它如果是做實的話 就會覺得 太直角 對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客棧 客廳看剛剛我們站的位置 看過去是這樣子的 從廚房看過去 所以它兩邊對稱 我發現這個設計都很圓滑 就很圓潤 好 好 那這裡是要做什麼 這裡是掃地機器人的家嗎 對 它跟上面是機車 就在那裡的外拍 我知道啦 你要放 那什麼 PS5 PS 都放在那邊 等你送啊 姐姐 他們也沒有在玩PS5 沒有 重點就跟你講 重點就是 不是要不要玩 重點是有沒有得飯 等我送就是等你送 OK 好 下一個 我可能會拿我們搬家 以後人家送我們那台站來送他們 反正我們也沒有在玩 好 這大概就是這樣子 正面 客廳正面 客廳正面 這還蠻特別的啦 因為這裡是一個這種圓弧狀 可是這個奶茶色會不會 很容易掌握 我們到時候電視場會是 手刷盤 手櫃色的感覺 這過來這裡就是 沙發的後面有一個這個 算書櫃 不能收拿 這裡一定是放這個移的版式啦 算做滿多櫃 雙臉是一個嗎 算我們會用蜂巢臉 你們要用蜂巢臉 你們要用蜂巢臉 要時常拉來拉去喔 要不然上面會積灰塵 你要拿那個盤 我 不能講太直白 但是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可能不會選擇蜂巢臉 它很好看沒錯 可是它真的很不實用 我覺得你要分很多次 一般的話你就是 直接拉上拉下來 它就是一個好看 但是實用性 沒有到很高的一個窗臉 欸你們真的很大 我眼睛透明是從風來 是因為一樓 如果說整個拉開 它邊會看得太輕鬆 就是如果我們是選擇 上下拉開 但這要中間可以 它就只要擋住臉 你就像你擋半人 嗨半人 那樣子 我覺得蜂巢臉 是可以考慮啦 因為說實在的話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 不要讓別人看到的話 那你就全拉就好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其實也怕對面看到 因為太近了 可以再思考一下 這個窗臉的部分 你可以看價格啦 如果蜂巢臉 跟直接的這種捲簾 是差不多價格 那我覺得捲簾就可以 還沒有搶的 唉唷 直接裝上 好像懂啦 可以喔 窗簾廠商 可以 歡迎給我們建議 你想放手 對 對對對 這個更好 這比建議更好 然後再過來是這一個 客廳的空間 對 怎麼樣 什麼意思 畢業工作室大 抱歉 看大多了好不好 好悲悲喔 這個是幹嘛 對 講機 等一下 然後客廳全貌 等一下這個門咧 等一下這個門咧 然後這個門 把門換演出好 弄起來就去外面仰塔的地方 所以你們有墓地板 客廳 客廳房間 是客廳房間 喔 又墓地板 又有瓷磚 又有大理石 團廳的部分 它都很多小細節 坐著這樣 兜起來 然後這裡又圓魂 然後右邊的它就是從那 它的牆原本應該是到這 它只是在卡掉一段 然後這裡丟著 所以在這邊是貼瓷磚 就是下台還是那邊 喔 這是門拉開的樣子 對 好 本來是L型 然後把它剪成一式 你們是會選一些 直接卡進去的家店 就是到時候做活動的 對 就是買衣服 家具到時候也可以跳一下 對 家具也可以來 對 家具也可以來 OK 然後這是廚房 它的廚房很大勒 可是你用T字型 這邊好浪費空間喔 他們最不缺的 抱歉 就是空間 就是空間 所以它這裡把它做成卧榻 喔 然後這邊他們床換位置 原本通常我們都是在這一邊的 就是卧榻去看出去 床的對面 就是有個更衣室 擱起來 哇 這個更衣室 比我工作室還要大間 這個更衣室讚的 讚的 讚的 它全部都都掉了 那這裡我覺得 你保存一下更衣室嗎 不是啊 我覺得這裡還可以再放一點 保險箱是不是 發疫情故事嗎 然後廁所變成這樣 乾濕分離 這是外面特域的部分 另外還有兩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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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要刷 刷油漆 跟貨地板一樣 可以放很多床墊嗎 放那麼多床墊嗎 就是這個 就是有客人啊 我們需要床墊 還有沙發 欸為什麼平常看你拍片 都沒有這麼的認真 這麼積極 你現在是業務上身 是不是 哎呦 二樓就是完全另外一個風格囉 你直接給大家看大開 因為它那個空間 隔絕是一樣的 隔絕是一樣的 啊這座是什麼 很像有證信箱 你不要這樣講人家了 是不是像你們家的信箱 是不是 對是 你看 這個是廚房啊 沒有打剛剛那麼多 打一半的牆 然後一樣是做這種 可可可 它這裡多這個空間 所以二樓是 二爺 沒有做更衣室 這裡的空間是要拿來放行李箱 我就跟你講了 他們就沒有在缺空間裡 一直用我們家 那時候的空間來算 欸它這有這個開門 哇 欸這個設計很可愛 門外有的嗎 這間是主臥嗎 這間是主臥嗎 它一樣有做一個臥草 這是它的廚房 它用電池 然後它鋪匙轉 它養一隻烏龜 就是找不到烏龜 它這裡很間諜 它就是走檢查 流冰箱 然後這是它的烤箱 放垃圾桶 對 這是那個玄關處 這是客廳圈 好的 看完了 歡迎各家廠商 這是他說的喔 要置入 腳本他寫 影片他拍 誰收的 一樣我收啊 你收然後我要出腳本 我收最後還是到你那 放屁 我會選你兒子 現在目前的話 就是硬的 天地牆 冷氣什麼當然都會用了 就已經開始要動作了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 地板 軟裝啦 預計的宮崎什麼時候會 好像四月女巫的吧 這一隻其實就是一隻造商影片 不行 OK 身為大姐 You can do it 啊你也要寫要拍得出來耶 要有效果耶 在嘴啊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 娘家 已經猜了 接下來就會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那上次說到的一些 防漏水啊 工程這一些 也會一起去處理 之後有機會 再來幫大家 追蹤一下後續的狀況 最重要的事情是 最後完工的時候 也帶大家來 輪吐一下 或許呢 到時候有一些設計的 概念或什麼 剛好你買房子 要設計你也可以去考 這樣 像剛剛的那些圓角 我覺得是還不錯 當然我看得出來 那個預算一定會拉很高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還在分享訂閱我們 下支影片見 掰掰 這裡都拆的差不多 然後這裡 你是怎樣 哇這個是什麼電視啊 這個是電視 BUBU你知道這個是電視嗎 沒有看過這種 應該沒有看過這種電漿電視 沒有